我們這一區 我覺得美區的狀況不一樣 範圍環境不一樣 我們這一區算是台北的搖擺州 為什麼要這樣講 過去丁守中在北投士林 就所謂士林這塊 我講白就是天母加藍雅次分區 13個里 就北投加天母藍雅次分區 基本上過去丁守中在那邊做20年立委 大家記得嗎 那是藍的 那是藍的 對啊 但是這兩屆 從2016開始就是吳斯堯了 所以說這出現搖擺州 過去的市長 基本上在士林跟北投 我們都輸競爭對手 都輸 之前輸柯文哲 但是這一次蔣萬安 在這兩區搬回來了 真的 所以蔣萬安的得票其實是 高於民進黨的城市 搬回來了 所以讓大家對這一區的 國民黨的選情 其實有信心很多 就恢復信心 基本上 好像跟吳斯堯之間 雖然很難打 這個仗一定是打得很激烈 但是這一次贏的機率 比往往都高 所以為什麼這一次大家 萬一這個 司康提名之後 要請大家多多幫忙 因為這一次的機會是非常好 真的 而且這一次這個吳斯堯 他做了大概兩屆 八年 八年 那你在地方上面 有聽到他可能 比如說 你接下來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去打你的選戰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區 基本上這個深藍深綠的 深藍的這一塊 並不是太多 跟像大安區 文山區比起來 這個比例上是少 我們這區有個特色 就是中間選民多 然後從商的 從事商業活動的 選民多 當然有公教的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一個特色 就是看人不看黨 就我這個人出來 除了我自己的基本盤 也許藍綠都 就算30%好了 各%我拿到之後 中間要拿了10%到15%之間 那個是個自勝的關鍵 所以你的人選 除了鞏固基本盤之外 你要拿中間選票 而且你的意識形態等等 不能夠太走偏藍 深藍或深綠 所以當然你看 吳四遼在我那邊選舉幾次 他不用綠色 他用紅色 對 他都用紅色 我有注意到 像其他區 你看我隔壁的大東區 基本上都是用綠色 你看其他區域也是用綠色 但是你看這一區 吳四遼他上次選舉 基本上兩次 我觀察過 都是用紅色 而且民意黨的Mark 基本上都放在比較 比較小的地方 盡量不要讓人家看到 不要把這個黨籍作為一個擴大做文章 所以看出來我們這邊 一定是走中間路線 所以我們自己的國民黨的人 就有中間路線 拿中間選票 拿空氣票的能力 就很重要 特別是兩次的這個總統大選 跟立委結合 總統大選的風向 會帶立委選票 會帶立委選票 這個當然已經不用再討論了 當然就是往這樣走 所以如何跟我們的總統的選舉 這部分 能夠做一個結合 在進攻的時候 攻蓋守的時候 能夠守住我們的這個底線 能夠守住我們的大盤 我覺得這是人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常在觀察我們台灣的選舉 藍綠政黨當然是一個選項 但我覺得人對了事情就成功一半 沒錯人對了事情就成功一半 那當司剛講到說 士林北投有很多的中間選民 那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政見 或是說你的這個想法 是未來想要去突破 然後去跟他們對話的 又或者是說 如果你自己出現了 然後你成為立法委員的話 你有沒有什麼樣 特殊的一些政見方向 是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些說明 我覺得大家基本上 對於過去這幾年的 這種常常在搞政治這種風氣 其實中間選民也看不慣 特別是像很多政府機關 講白了都是什麼中立 專業 但最後都變成民進黨的打手 我講NCC就是個最好的例子 你看中天把它弄掉 但後來中天很多的訴訟裡面 中天都贏了 已經贏10場了 連戰連勝 我們姑且不論說 大家喜不喜歡中天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喜不喜歡看中天 或對他的政治立場如何 但是你在法理的程序上面 人家還沒有被判刑 還沒有這個三審定驗結束 你就把人家執照給撤了 所以第一個我覺得要把NCC 我當然理由第一個 NCC提案把它廢了 這樣的單位真的不必再存在 那就廢了NCC 然後該這個回歸市場機制 回歸市場機制 你該這個用法律的 假設我被這個新聞媒體 覺得是我毀謗或是報導不實 我們有法律可以去做救濟 沒錯 我們有法律可以救濟 然後可以用法律的形式 來去做一個最終的判 最終的裁判 所以我覺得第一件事 我要廢NCC 第二個事情 我覺得比較 我們那邊的朋友 很多跟醫療產業相關 我們有很多大型的醫院 榮總 鄭新 陽明 何信 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 還小一點的關度 然後還有星光 所以醫學中心很多 或是我們相關的從業人員等等 或是相關的這些病人 其實在我們那邊租房子住 或是搬到附近的也很多 我覺得有兩件事可以做 未來你說在一些 比較軟性的議題方面 比如說像健保的部分 癌症的新藥的引進 這是我們很多的癌友 相關的衛福機關 都在倡導的一件事情 未來我們機會 把進入立法院之後 把癌症新藥 儘快儘早的引入台灣 如果說有些支付 標靶藥物錢不夠 我們政府能不能成立一個 所謂的這種 標靶藥物基金或新藥基金 來協助我們的癌友 病友們能夠再及時得到幫助 我覺得這是要趕快做的事情 因為疾病不能等 對 這個可以幫助到很多家庭 疾病不能等 你看你的標靶藥物吃下來 有的一個月吃四五萬 七八萬的都有 那一般上班族的家庭 你怎麼去承受這樣的負擔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政府要儘快 那過去總是說什麼健保虧損 但是你現在健保 我不贏這叫他也在虧損 他也在虧損 這是能夠用新的機制 用基金的方式 或是在某些部分 有部分負擔的方式 讓新藥盡早進來台灣 還有新的療法 國外都進步得很快 但我們引進的速度慢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要開始 要著手進行 因為真的生命不能等 一個生命的消失 對整個家庭來說 都是很大的衝擊 是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蠻在意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像我們連保健食品 那我們進口的關稅 其實都收得非常的高 好高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 他希望養生好了 他吃一些保健食品 但我們保健食品 賣的又特別的貴 那現在連剛剛講到的藥物 那其實也是非常的貴 然後我們進口的速度 然後可以引進的類型 又比較少比較慢 那這個地方呢 如果能夠真的是增加的話 那我覺得幫到太多的病人 而且一個病人 他是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他如果說能夠 把這個病人給救回來的話 對整個家庭來講 是多麼值得感謝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這種感覺 我想不是 一定要家裡面有那種感覺 有這種經驗之後 才會有這種感覺 結果有個藥 至少會延續他的生命 或他的生活品質 生命品質更好 甚至克服這些疾病 特別是有些癌症 慢慢變成一種像類似跟慢性病的一樣 去做在那邊做fight 在做對抗 所以我覺得新耀的引進 有效的引進 我覺得對於IAO來說 病友來說非常有幫助 那另外就是說我想要問的是 因為剛剛講說很多中間選民 然後吳思瑤他又是民進黨的 那你是國民黨的 那你怎麼看民眾黨他會不會 在你這去提人 或者是說有沒有可能 跟民眾黨在區域的立委 你覺得不見得只是你的選區 還有很多選區 像我的選區也一樣 有整合跟合作的空間 我就想我們這些選區 民眾黨上是 黃靜穎在那邊表現得很好 在那邊選得很高票 那我有去私底下去問 民眾黨目前為止 好像在我們這一區 第一選區那邊目前沒有什麼規劃 目前暫時沒有規劃 但是我也跟靜穎他們講說 如果你能提人出來 基本上我們就是 就等著吳思瑤他坐等當選 等於就是放過他了 所以就是基本上這個部分就是要 特別是兼困選區 我覺得藍白之間 沒有在個體人選的空間 這空間壓縮比較小